小新这个五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帮助一家小吃店熬出美味的汤头 让这家小吃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有一家叫做正直屋的小吃店 由一对年轻的夫妻经营着 老板叫做直次郎 老板娘叫做阿正 小吃店的生意非常差劲 因为他们的饭菜做的实在是太难吃 根本没有人肯光顾 今天也都没有客人上门 为了招揽生意 这对夫妻还上了一档叫做拯救贫穷大作战的电视节目 希望借着节目的宣传为小吃店招揽生意 但因为他们的食物实在是不够好吃 所以即便是上了电视节目也难以留住客人 因为长期没有生意 老板直次郎整天借酒消愁 而一旦妻子阿正过来劝阻就会遭到直次郎的殴打 简直就是个渣男 有一天阿正在河边洗衣服 看到远处飘来一艘小船 船上躺着一个小男孩 没错 这个小男孩就是小新 因为运船 小新此时非常的难受 好难受啊 救救啊 好心的阿正救了小新 并愿意将他带回家休息 就这样阿正带着小新回到了自己的家 老公直次郎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听说阿正要暂时收留小新这个孩子 直次郎当场便拒绝了 他当然不愿意出钱养一个闲人 甚至对阿正动粗 让他将小新赶出去 小啰嗦 快把他赶出去 小新自然不会在意这对夫妻吵架 直接跳到灶台熬制汤头的锅里 开始洗热水澡 洗完澡之后 直次郎知道这锅汤是没法用了 当天准备倒掉的时候却意外发现 这锅汤味道变了 尝了一口后发现这锅汤头竟然意外的美味 于是直次郎同意让小新留下来 让他留在店里帮助自己熬制汤头 有了好的汤头 直次郎便做出了美味的味增汤 客人喝了之后都直呼好喝 小吃店客人渐渐多了起来 不少客人好奇 老板究竟是用什么熬制的汤头 直次郎自然不会告诉客人 汤头是小新的洗澡水 只是告诉他们这是自家祖传秘方 因为生意太好 汤头很快就不够用了 于是直次郎让小新赶紧到锅里去 帮助自己熬汤头 被迫营业的小新非常不开心 结果就是熬出来的汤头就非常难喝 气愤的直次郎重重地给了小新一拳 看到丈夫殴打小新 阿正赶忙过来制止并温柔地安抚小新 因为有了阿正的疼爱 小新有了爱的能量 熬制出来的汤头味道又变得非常好 阿正告诉丈夫 小新之所以能帮助他们熬出美味的汤头 都是因为爱 在当地有一家豪华小吃店 叫做冒牌屋 这家店的老板听说正直屋的味增汤特别好喝 便想要去一看究竟 正直屋外排起了长队 所有人都在夸赞这里的味增汤好喝 而冒牌屋的老板喝过之后也觉得非常好喝 于是悄悄潜入厨房 想要找出熬制汤头的秘密 结果就发现小新竟然坐在熬汤头的锅里 而这就是美味汤头的秘密 什么 那小鬼就是汤头 正直屋的名声越来越大 甚至还有电视台做宣传报道 生意好不容易好起来了 但直次郎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想要拿钱去赌博 阿正来阻止他 结果又被直次郎殴打 这让阿正很是难过 不久之后阿正便病倒了 高烧之后的他性情大变 再也不是那个忍气吞声 性格温柔的阿正了 他说话粗声大气 还敢直接骂丈夫直次郎 与之前的阿正完全是判若两人 闭嘴 你这个愚蠢的老公 直次郎请来医生为阿正诊断 医生说阿正得了个性相反病 这是因为长期忍受痛苦达到极限之后 才得的病 得病的人会跟以前的个性完全相反 能够治好这种病的药非常昂贵 需要一千万 这么一大笔钱 直次郎根本拿不出来 这让他十分的苦恼 这时候小新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原来一场魏增汤比赛即将举办 获胜者可以获得一千万元的奖金 为了能参加比赛 直次郎开始专心致志的熬制汤头 当然这当中少不了小新的帮忙 闹牌屋的老板得知小新是熬制汤头的关键后 便让一位年轻性感的女孩去见小新 小新看到美女什么都顾不上了 直接跑到了美女的怀中 于是这位性感的美女便将小新带回到了闹牌屋 闹牌屋的老板强行将小新放入熬汤的锅中 希望也能熬制出美味的汤头 你要做什么了 别做了 来吧小鬼 但小新根本不愿意留在这里 所以熬制出来的汤头味道根本不行 另外一边 直次郎因为没有了小新 自知无法熬制出美味的汤头而焦急万分 这时候直次郎接到了小新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小新趁着冒牌屋的老板不注意偷拿了那位性感美女的手机 给直次郎打来了电话 小新告诉直次郎 浴室的浴池中有自己的洗澡水 用这个熬汤头一样可以很美味 直次郎照做了 带着熬出的汤头去参加味增汤比赛 在味增汤比赛现场 一共有四位评审 一位是上班族代表评审 广志 一位是家庭主妇代表 美护 一位是婴儿代表 小葵 最后一位是宠物代表 狗狗小白 他们尝过冒牌屋的味增汤之后纷纷给出差评 因为是强迫小新熬出来的汤头 自然是难喝的 难喝 这是什么怪味 但他们喝过正直屋的味增汤后纷纷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正直屋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直次郎获得了一千万的奖金 他拿这笔钱买了要将阿正的病治好了 夫妻二人跟从前一样开始经营正直屋这家小吃店 直次郎向小新表达的感谢 但小新却告诉直次郎自己其实根本没在浴池中泡过走 是因为阿正将爱融入到汤头中 所以才做出了美味的味增汤 爱才是做出美味食物的关键 我懂了 做菜一定要加入爱才会好吃 当直次郎悟出这个道理之后 小新便消失不见了 他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感谢夫妻二人的照顾 自己还要继续自己的冒险之旅 而他冒险之旅的方向一定是有美女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